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管界新闻 我是管中翔 在香港的反送中的行动持续的进行 那我们待会会再进一步的跟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也不是什么一百万人两百万人的大聚集的事情 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已经是某种香港的年轻人在行动上面一种非常高度自律 集体甚至是没有组织的组织的这一种所谓的行动所展现的这个模式 那除了这个香港的站中运动之外 其实长龙的空服员也在几天之前就开始展开了这个正式的罢工行动 待会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来跟大家来继续的分析跟讨论 那另外一个其实比较一开始我们要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在礼拜天的下午 我们看到了黄国昌委员以及馆长 他们其实发起了一个反这个所谓的反统媒 或者是反中媒或是反红媒的这个游行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反对中国媒体对于所谓的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媒体的这种干扰 那当然他的直接的对象就是所谓的旺中 以及其他所有都可能受到中国各式各样干预的 不管是在资金或是在其他方面干预的这些媒体的这种运作 那国长老师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提到馆长邀他 他其实就立马会答应 为什么会答应 是因为他事实上在2012年就已经发起了 参与了这个所谓的反旺中的游行 这场游行其实我当时也是非常高度的投入在这一场运动当中 那其实当时的这个名称其实比较正式的名称不叫做反旺中 他叫做反媒体垄断大游行 虽然他的焦点是在旺中的身上 我也相信很多的人当时投入到这一场游行当中 除了对媒体垄断有很大的疑虑之外 其实一个更大的疑虑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因素 或是中国媒体的因素 它是如何的影响到了这个台湾的这种所谓的民主自由 那特别是中国背后的这些中资 或者是所谓的亲中媒体背后的 这一个所谓的这些所谓的中国的力量 他对台湾种种各式各样的影响 当然他就具体的是展现在旺中集团跟蔡衍明的身上 不过虽然这是一场所谓当时是一场所谓的反媒体垄断游行 或者是所谓的对很多来讲是反旺中或是反中国因素的游行 可是我们如果回到当时的游行的四大诉求 我们来看这场游行除了反之外 他提出还提出了所谓的要的这一件事情 他除了所谓的反旺中游反媒体垄断之外 其实是有这个运动里面是有四大诉求 第一个诉求就是要新闻专业 要旺中道歉 要NCC监督 以及最后一个所谓的反媒体垄断 而所谓的新闻专业就是要谈到的是要建立所谓的编辑式的公约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旺中的记者 其实受到旺中的这个编辑录的干扰 使得他的新闻自主新闻自由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现象一直到现在都发生 包括前几天我们看到有一位旺中的记者写了一篇长文 就说他其实已经受不了旺中了 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新闻报道就是要去真实 或者是旺中的记谈到所谓的真道 但这个真其实都不真了 不管是所谓的六四的新闻看不到 或者是这一种所谓的反送中的新闻 其实被这一种所谓的扭曲 他其实受不了 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一个记者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份额的离开 那所以这个新闻专业在这种所谓的媒体控制底下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第二问题就是所谓的像我要旺中道歉 旺中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谈到的一连串的这种空气适用的问题 或者是造成了这一个媒体工作者的自主的问题 其实他都应该要对社会大众来道歉 这样的一件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个做法 那第三个就是要NCC监督 这个NCC监督是要去监督所谓的媒体的垄断的现象 以及旺中的这种所谓的所作所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要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必须要定期公布媒体经营者的股权比例 跟他的所有的产权的状况 那最后一个诉求 其实就是所谓的反媒体垄断 这个反媒体垄断的这个诉求 其实就绝对不是只有在针对是旺中 而是要去建立一个更好的这种所谓的媒体的制度 而透过这个制度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垄断的问题 并且去促成这个台湾媒体环境的一种 所谓的公共民主跟多元的现象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反媒体垄断的这个项目当中 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当时是这样说 例如说必须要制定跨媒体垄断法 必须要建立所谓的媒体集中度的这些指标 那同时也要去限制 这个有线电视系统直接垄断 直接或间接拥有的频道数 它其实当时定下来是不可以超过5% 那同时也必须要建立所谓的上下的这种 所谓的透明的机制 那另外也提到说 必须要把针对有线电视系统的特别去征税 那要把它的营业额的5% 做影视发展基金或者是公广集团 所用透过这种对商业媒体的抽税 去补贴这种所谓的非营利媒体 或者所谓公共媒体的作为它的资金 或是健全这个影视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金的来源 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在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反媒体垄断运动 它不是只有反 也不是只有在反望中 而是希望透过这一场行动 让这个所谓的媒体的环境能够达到更好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游行的论述当中 或是在媒体报道的焦点上面 大体上来讲 都还是在这个所谓的反望中 或是反中国因素上头 使得后面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其实都没有好好的被处理 那甚至已经造成现在很大的问题 那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NCC也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反媒体垄断法 到了立法院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民进党明明在立法院当时占多数 在当时反媒体垄断的时候 民进党也是信誓旦旦的 觉得媒体不应该垄断 甚至包括叶宜经委员 也跟望中集团是杠上了 可是为什么这个反媒体垄断法 一直到了现在都还没有处理呢 这其实让人家非常质疑 你民进党真的有在反媒体垄断吗 或者是你只不过是把反媒体垄断 或者是所谓的反中国因素 作为你动员或是选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而已 那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他并没有太大的力气去进行所谓的反媒体垄断 好那当然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时代力量 或者是像民进党都提出了一个诉求 就是希望这些所谓的 有接受中国的相关的资金的挹注 或者是简单来讲拿中国的钱 他必须要把这个资金是透明 甚至在股权的透明的部分 我想这个诉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主张 就是媒体的资金 特别是当这个媒体是一个特许的行业 例如说他必须经过这个执照的 这个深色的许可 或者是说这个媒体的本身 其实不只是特许行业 他或者是他不是特许行业 但是他可能资金大到了一定的比例 一定的数额 那他就应该要去完全的 这个资金应该要透明 那也是说他的资金要公开透明 不管是在公布在网站上面 或者在某个地方 让大家检阅也好 这个资金透明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这个资金透明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针对中资媒体 或是比较寝宗的媒体 而是所有的媒体 特别是外资的部分 都应该要公开透明 以及除了这个公开透明之外 金管会或相关的机构 应该要去了解这个投资 例如说可能有某个公司 投资到台湾的媒体当中 他背后的资金到底是谁 他的转投资的形式到底是谁 我自己曾经当过卫星电视的审查委员 其实我看到有些媒体的 这个所谓的资金其实都是来自于境外 而这个境外也许是英属甘曼群岛 也许是英属维京群岛 或是巴纳玛群岛 可是这个资金到底是谁 没有人知道 所以在长期以来 台湾一直主张的自由化政策 使得我们的门户大开 而会影响到台湾媒体的资金 或是会影响到台湾的 所谓的国家安全也好 或是文化也好 这些绝对不会是只有中国 甚至会出现一种状况 如果这些不公开透明 如果没有去做相关的背后的 这些资金的这个审查 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状况 就是说不定有很多的中国资本 早就透过外资的形式 进入到台湾的媒体行业里面 但是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们不去查 我们不去做 那这并不是要去限制所谓的媒体自由 或是限制这个所谓的新闻自由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在于说 既然它对我们影响这么大 既然它是一个特许的媒体 那么让这些资金透明 你还是可以进来做生意 可是让大家知道 这个媒体是谁支持的 这个媒体是谁经营的 这个媒体可能会对我们什么样的影响 它其实是一种所谓的公民参与 公民检视的这一种方式 但是很可惜的看到了这一次的 不管是游行也好 或是这些法规的制定也好 其实还是集中在这个所谓的中资 或是亲中的这些所谓的媒体上面 而不是对整体的这个所谓的资本 去做一些检讨 那我想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 你真的担心中国资本影响到台湾 那你以为透过这种方式就可以防堵 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 我觉得这种防堵的效果是有限的 好除了看到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反统媒反中媒反这个所谓的亲中媒体的这些行动 或者是这些法规之外 我们要接下来要看的是有关于长龙罢工的这个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为了摆放物资 陶渊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干部和保全发生口角 长龙南侃大楼前 工会已经搭起好几个遮阳 蓬汉舞台 空服组员轮班到现场 绑头戴呼口号 席地而坐 表达长期抗战决心 工会统计 从周四下午四点罢工行动开始之后 不到二十四小时 就已经收到超过一千四百名会员缴交证件 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比工会预期的还要多 劳动部次长刘士豪下午到现场 探视空服员之后 和长龙资方开会 劳动部强调会请长龙资方评估是否有新方案 让双方重返谈判桌 尽早结束罢工 但劳资双方之间的气氛 随着长龙南侃大楼外 竞座活动持续扩大 越来越僵 上午工会为了搭棚架 和长龙代表一度爆发推挤 让一辆预计施工的货车 就这么卡在路中间 刚已经侵入到我们的园区 所以要退到这个门口 大门口铁门的外侧 目前的这个协商 那如果他们如果超出去的话 你们等一下会有什么 为什么长龙航空 并不能去遵守跟尊重工会 合法拉起纠查线的权利 还要在这个纠查线的这个问题上面 屡次的挑衅工会 甚至用泼水 辱骂 甚至要开车冲撞的方式 工会上午到陶仁市劳动局陈勤 认为工会设置罢工纠查线 并未违法 要求原警要中立执勤 对此陶仁市劳动局回应 法律保障罢工纠查线在雇主营业处所 紧邻区域设置 但工会也要维持现场秩序 并注意人身与交通安全 罢工行动进入第二天 长龙航空周五全天九十五个班机 最后只飞出十六班 二十二号周六由台湾出发的八十九班 将取消五十九班 影响一万三千多人 回台八十八航班 取消五十三班 影响近万人 长龙航空表示 会妥善处理 取消航班定位旅客的需求 因此在六月二十九日前 暂不接受新的定位 记者综合报道 同样的看到了这一则报导里头 描述了这个长龙的罢工 那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一样看到在台湾 有很多的媒体或是民众呢 其实会担心自己的权益 因为罢工而受到影响 我们也看到在长龙的 反罢工的这些同仁当中呢 这些不管是主管也好 或者基层的人员也好 其实会有一些人是对于 所谓的罢工的这些空服员 是一个不友善的态度 怒目相视 甚至也出现了这种 所谓的羞辱性的字眼 我觉得这是有点可惜啦 就是当然这个罢工行动 虽然是属于空服员 可是如果以整个公司来讲 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单位所组成 而这个单位 在一个理想的状况底下 它应该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因为平常可能比较 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因为不同的单位 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想法 或者是这个罢工 的确会影响到包括地群 地群或是客服人员的这个需求 如果在一个可以的状况底下 我其实还会蛮建议 这一件事情就是 空服员的相关的工会 或是罢工的这些朋友 能够在事前都可以有很好的沟通 当然我们看到后面 也有看到这些空服员的罢工者 是对这些地群是感到非常非常抱歉的 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这种所谓的回应 那当然这个希望能够去降低 这样的一个冲突 减少这个所谓的牢牢相争 因为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长荣之方也不断的想要 透过这种所谓的制造 或是扩到他们之间的 这种所谓的矛盾跟冲突 去制造牢牢相争的状况 或是降低这个所谓的罢工 本身的这个正当性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罢工它的确会对于所谓的乘客 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所以罢工预告期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又再一次的被提起 不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反映过这个邱宇凡老师 也针对罢工预告期 也做了一些的这种讨论 因为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 罢工的过程当中 其实要经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那他们早就已经在媒体上面 也已经去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面 它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预告期 那我相信这个乘客受到这个所谓的 不方便的确是如此 可是这个方便的原因恐怕是因为 如果这个资方没有好好的善待员工 它其实是把这个所谓的不方便的因素 其实就会出现 而这个因素的这个成本 当然会去转嫁到这个所谓的乘客 或是消费者的身上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问题恐怕不是在于 所谓的工服员罢工或是员工罢工 而是我们要回过头来要求资方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员工的待遇做好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有一个好的 这种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劳资关系 为什么不好好的去珍惜你的员工 那如果这样子其实他们就不会罢工 我们消费者身上也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当然这个不见得是每个消费者都能够同意 或是都能够去任何的一种说法 当然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者 你也在生活 你也在因为出国或是在国内的这种航班当中 受到了影响 前几天公库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其实也登了这个非常有名的 求贫左背实名警的一篇文章 他这个人其实在 在这个所谓的在他常常全世界各地跑 所以遇到这种罢工的情形也看到很多 他自己就遇到了两次罢工 那影响到他的这个行程 包括这一次的这个长龙航空空服员的罢工 所以呢他在这篇文章里面也提出了 他觉得怎么去面对一个消费者 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方法 他提出了下面的这几个建议 我们也一并的来告诉大家 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就是他提醒大家可以加保这个理由不变险 如果遇到罢工的时候 可以赶快通知这个保险公司 那在国外的滞留费用 他事实上就可以得到了这个所谓的补偿 那第二个呢他建议说 也要准备一些备好备备的方案 除了这个搭乘长龙航空之外 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下其他的这个航空公司替代路线 所以他可以立刻的遇到状况时候 可以立刻的取消 或是使用这个所谓的替代路线 那第三个他说不管是你有没有罢工 一个没有遇到罢工很重要的是 就是你把这个信用卡的额度要提高 这个身边多带一点现金 所以到时候你出国的时候 万一真的遇到罢工 或者有其他的需要 这也可以马上去做一些因应 做一些使用 那第四个就是包括机票 住宿 租车等等的这些所谓的联络的资讯 也要记得这个携带 以他自己的经验来讲 他说把上面这些东西做好 大概花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好那这当然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旅客自保的方式 那当然除了这自保的方式 也许我们可能要更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些空服员员是罢工的 那到底他们的诉求合不合理 资方的回应到底对不对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认识一个议题的时候 可以去关注的一个面向 好我们接下来要持续来关注的是 这个香港反送中的这个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的报道 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 带着抗议民众一起喊口号 要求警务处长吴伟冲 到场与抗议者对话 双方僵持不下 香港的学生团体和网民 日前向特首林郑月娥 发出撤回修订等的四大诉求 却未获回应 上午串联发起包围政府总部的静坐抗议 参与的学生和民众十分踊跃 透过全民不合作运动 号召遍地开花 全民参与 上午十一点左右 抗议升温 除了以护栏占据车道 瘫痪交通 还翻越分隔岛 转往立法会外抗议 迫使立法会修会 人潮也转往警察总部集结 要求政府撤回暴动的指控 警方回应尊重民众和平表达的权益 也重申没有清场行动 同时派出谈判专家与抗议者沟通 要协助民众离开 不过抗议民众并不接受警方的喊话 双方持续僵持 抗议者将是港府是否有进一步的回应 决定抗议是否升级 记者综合报导 我想香港的反送运中运动 持续了这么久 其实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敬佩 我刚刚就像我在一开场所提到的 这个敬佩 不是这个一开始的这个一百万人两百万人的上街的游行 而是他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持久战 包括了6月23号 包括了7月1号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游行 而在这个游行的当中 我们当然会看到一些灵性的冲突 可是你也看到香港的这个所谓的高度的秩序 高度的自治 那在行动当中的高度的秩序跟高度的秩序 这个高自治 那这个高度的秩序跟高度的秩序 当然跟之前发生的一些雨伞运动 或者是这个后来的鱼弹革命 在旺角发生的这个小贩的这个冲突 而有所谓的 比较所谓的暴力的冲突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们觉得说 当我透过这一种所谓的暴力的冲突 虽然可能会达到某些的目标 可是相对之下 你会引来更大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的反应 这个反应可能就不太支持你 或者是也让这个官方或是这个警察 这个有了更大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 要来镇压你 或是用武力的方式来去对待你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会展现这些的这种力量 或是能量或这些形式 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 这个是香港这十几二十年来 它其实几乎每一年都有各式各样 大大小小的抗争 虽然在媒体上面大体上来讲 都会放这个所谓的反 这个所谓的反国教运动 然后雨伞运动 或者是直接 或者是所谓的雨淡革命 或者直接跳到这边来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香港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 所谓的抗争的城市里头 这个抗争的城市里头 这里的居民慢慢的 不仅是关注他们自己的公共事务 也慢慢的发展出一套随时因应 这一种所谓的官方香港政府 或者中国政府的一套的这个做法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林郑虽然还没有道歉 也没有去释放这些被逮捕的人 也没有不再去定调 这不是一场暴动 那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林郑虽然没有 这些所谓的诉求都没有达成 但是你也看到他的态度是越来越软化 包括他虽然没有说撤回 可是呢他其实最新的一个声明里面 香港政府的声明里面 他说已经是一种完全停 已经是一种停止 那然后到了明年7月换届之后 这些法案他会自动的失效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但是这个必须去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一个 可以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重点 但是无论如何 我还是觉得 不是所谓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如果每一个香港的人 都是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勇气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灵巧的这种方法 那其实这些部分 台湾反而是有很多很多 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而香港的朋友能够这样子的 这种方式去面对 这个不管是香港的政府 或是中共的政权 我相信对于香港的民主 其实都还有一定程度的 这一种所谓的保留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撑起来的 这一种空间 那当然在台湾的我们 也要持续的去关注 这个香港的发展 不管是在公库的报导当中 或者是包括在公事的报导当中 也会持续的来跟大家 关心香港的议题 好 最后一个议题 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 在台湾社会里面蛮重要的 就是公府法的 这个所谓的修订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这一场这个报导 官方团队带来一台一台的彩虎 来到日本人外面的抗议 他们不管无法保护 农业的政议办 工程管理护德法 在进行调押协讯 代表这次 和预夥再生的工程 旧地合法 根本是让经济发展 架空一切 他就是直接架空了 台湾的内政部 农委会 甚至是环保署 到底哪里有法理的依据 为什么台湾的经济发展 是靠着要大家继续违法来做 官团又一次要求 修法要纳索落日条款 严格要放索公民 索兴起座 十几年来这些工厂 没有任何一家被处理掉的 检举从来没有用 所以我们才希望 有司法权介入 有公民诉讼的机制 立法院进行调押协议时 民地经济没主打的修法 有立委要求 宽保署和农委会标台 到底敢买保护环境到农地 两部会都反对不量工厂存在 但只持纳管 那如果说把它合法纳管以后 我们相对的就可以辅导 它一些改善的计划 那相对的 它就可以取得一些排放许可 这反而是纳管 对我们来讲是好处 我们一定会检视 这个工厂本身 对环境跟土地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还是会确保 农地农用的部分 官团也批评 经济保护协议工厂入部的官员 云瑞隆赫航 在这场会议上标识 只持修法的10万人 联署都是在电脑头上设出来 另外配合物款的入责 以后他会到三天 对此经济保护协议这个人将来 买到协议工厂入部 中生支持 要纳管卫生工厂入团 好这个工厂管理辅导办法的 这个修订案呢 其实原本在上礼拜 可能就会被确定 但是在环保团体的抗争之下 其实有一些争议性的 这个条文呢 是延到了这个下周 再来去进行审议 包括这个落日条款 包括这个所谓的公民诉讼的部分 说实在的 这个其实在过去的政府 一直放任的状况底下 农地不但没有被农用 或者很多的农地 他没有办法被农用 他事实上也盖了很多 这种所谓的伪装的工厂 民进党看起来一直很关注的是 农村的发展 会关注的基层的民众 在过去的大埔事件当中 民进党也非常的 这个去支持 这个所谓的大埔的抗争 甚至包括农政的许多人呢 包括蔡培会也好 或成吉仲也好 其实也进入到这个政府的部门里面 但是这些看起来貌似很关注 这些农业的这些议题 可是实际上面 除了抗争 在抗争过程当中 可以得到一些社会的支持 或者社会的这种声望 或者是把张药房盖回去之外 有一些更根本的问题 你并没有去解决嘛 这些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农地上面盖工厂 好 那可能过去是鸡飞城市 但是媒体的大幅的报导 社会提出的检讨 是不是应该要让这些工厂 逐渐的减少呢 或者是让这些工厂 它可以这个逐渐的退场呢 而让这个农地回到 它应该要有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农业的基础 民进党或者是很多的朋友 常说农业就是属于国防工业 就是一个国安的一部分 粮食自给利益就是很重要 可是当你开始慢慢的盖工厂 那这个会让农地的使用变得值 也会让很多的旁边农田旁边的 这种所谓的农作会受到污染 这个问题 你在那边抗争了半天 这些根本的问题不解决 怎么可能会让台湾的农业会变好 那再加上在这次我们看到的过程当中 所谓的公民诉讼的部分 也必须要纳进去 要不然其实检举了半天 这相关单位也不理 那只好那怎么办呢 所以公民诉讼就是对 至少在这边一些最基本的保障 但是我回过来还是要说啦 就是它是整个国土规划的这个政策 它其实上就是 它其实已经上升到一个 所谓的国安的问题 民进党你真的关心农业 那就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不是吗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 我们下个礼拜的空中再会 拜拜